哈喽兄弟们好 我是刀圈里的小学生振远 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KCEI的一款 限量款作品啊 小珠峰 OK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刀的这个细节啊 首先一个表面是一个时刻的 然后是一个镜面的刃 所以镜面的标准 还是比较高的 很亮了已经 可以看到 我的摄像机 这边也是啊一个时刻的工艺 也是一个葛式的镜面刃 全手工的 这个首先水磨机 磨不出来这种带有弧度的啊 大家去看一下那个 各个量产品牌的狗腿 它那个整个韧线是很生硬的 做不出来这么灵活 再一个这东西就几十个 就几十个 犯不上上机器 上不了机器 而且机器没有做镜面的啊 格式开刃跟镜面 这玩意是机器做不了的 还有拉丝 拉丝也做不了 横向拉丝啊 竖着那不叫拉丝 竖着叫断面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文案啊 上面这是2020年的 他的一个版本 然后这边写的 哥尔卡 就是 坤尔卡人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面 这边 这边写的比较 比较牛了 if man say he is not a failure of die 就是一个男人 如果说他不怕死亡 he is either line 就是要么他在说谎 or he is 哥尔卡 要么他就是那个 库尔卡人 写的还是比较横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面这一串文字啊 it is better to die than to be a coward 就是宁可死 也不做一个懦夫 这个太横了 这跟朱峰的这个主题 这是环环相扣啊 不光是库尔卡 军刀的这个事儿了 攀登朱峰也是九死一生 这这个高度太高 我我是理解不了啊 我是玩过攀岩 这个玩完攀岩之后 我觉得这玩攀岩的呀 这有点厉害啊 这那种恐惧感 是我受不了的 你在你在高处往下 那种太恐怖了啊 真是不行 然后西藏我也去过 然后我只是远远的 看了看这个珠峰 绝对是不敢往这走的 因为那个缺氧已经很严重了 头都已经晕掉了 完全不知道那帮大神 是怎么 依靠这个几个简单的氧气瓶 就就就上去了的啊 那个太神了 真太神了 大家真的 一定要去西藏走一走 看一看啊 你到来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生命太脆弱了 真的太太太脆弱了 你在这什么都不动 一下都不动 你都要都要去 去吸那个氧气 更别提要 要去爬上去了啊 那个真的太牛了 跟我这种凡夫俗子 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可以废话不多说 大家继续介绍这把刀 首先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镜面 然后再加一个时刻 一个主题 然后大家看一下刀背 刀背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把刀不厚 不是很厚重 它是一个比较轻薄的啊 真正是便于携带的 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升级 就是它的一个手柄 手柄的话 传统的都是檀木柄 前段时间我不是还帮朋友修复了一个那个生锈的一把刀吗 然后它牛骨饼挺好 还没裂 但是檀木饼是经常会有裂 或者说边缘不齐这个情况发生的 这没办法 受到这个潮湿热 不一样的话 它就会变啊 这是没办法的东西 任何的这种骨饼的木饼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然后这次呢 它通过一个米卡塔的 看到没有 一个双层的饼 跟巴斯一样 玩双层饼了 下面是一个米卡塔的饼 抛的比较亮啊 然后呢 这边一体龙骨 完美的接到一起 这样子你这一辈子 它都不会变化 因为米卡塔这东西它就不变化 在这辈子它就是这样子了 它不会边缘拉手啊 它也不会胀或者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刀啊 手柄 握起来之后 这有一个槽 以为是装饰作用的 其实你握起来之后 正好是在你的手指之间 它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然后尾部呢 也比较大一些 尾部这里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们整个手柄握起来之后 你看一个手柄 牢固不牢固 很简单 你握住 然后敲 如果说你一敲 这手出溜 就出来了 那手柄 这个手柄的设计 可能不太合理 这个呢 你敲 那不动 那基本上这个手柄 就是OK的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 看你个人 比较喜好的那种手柄 这是大家在 选择一个户外求生刀的时候 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把刀 它的斧刀 它是有两个斧刀 这是一个钉子 它没开刃 这是个钉子 用来把猎物 钉到树上 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小斧刀呢 它是 有刃的 有刃的 也是一个格式开刃 斑井面 然后整把刀呢 是一个 木窍 在附的皮 木窍附皮 下面是一个铜的装饰 都是传统的工艺 然后我们让刀入鞘 看一下 还是比较典雅的 整体比较漂亮 带一个收纳包 可以吃一样的 它的一个证书 写点参数啥的 然后全部的长度 大概在380毫米左右 然后它的厚度 大概在0.5毫米左右 然后它的重量呢 是592克 然后 还会有一个 小小的这个 一个铜壁 大概就这些了 OK 今天小珠峰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